俄军透露,在库尔斯克地区出现了美国的雇佣兵,已经被俄军给击溃了 为何美国的雇佣兵横行全球,却在俄罗斯栽了跟头呢? 大家好,根据俄罗斯卫星通信社的报道 出现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的美国雇佣兵已经被俄军给击溃了 俄军还摧毁了他们数百件军事装备 我们都知道,美国是全球雇佣兵最多的国家 毕竟美国是战争的贩子 因为美军规模庞大,特别是海外派遣任务众多 很多美军官兵在服役期间都曾派驻海外执行任务 积累了丰富的直接作战经验 他们退役之后,美军的官兵经常趁着自己状态还好 就直接加入到了私营局势公司,继续在海外执行高风险任务 而这些高风险任务,雇主往往愿意支付高额的酬金 很多钱都是按照小时来算的 只要他们命大,躲过几次大劫,那基本就能发大财的 所以很多美军官兵退役之后,都靠当雇佣兵去发财生活 拼个几年之后,可能就下半辈子不愁了 这个美国确实是少数能够在战争中发大财的国家 不愧是资本帝国 美国私营军事公司也很多,业务非常广泛 这次欧物冲突爆发之后 美国和欧洲各国投入了巨额的资金支持乌克兰的战争 其中就有一大笔钱就是用来支付给雇佣兵的 而美国的雇佣兵怎么到了俄罗斯就不经打了呢 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美军拥有全球第一的作战体系 强大的情报支援,空中掩护和火力更是全球第一 但雇佣兵们显然就没有了这些支持了 即便他个人作战经验再丰富再强 面对俄军凶猛的炮火和轰炸 那些雇佣兵和普通士兵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 其次呢,雇佣兵更惜命 雇佣兵打仗的目的是赚钱 但赚钱得有命才能花 所以雇佣兵们在前线打仗 他第一原则是要保全自己 一旦发现情况不妙 肯定是撒牙子就跑的 俄军不也说了吗 击溃美国雇佣兵不能全歼 因为他们跑得太快了 最后美国的雇佣兵进入乌克兰之后 其实直接参与作战的人还是比较少的 大部分都负责训练当参谋 或者带兵指挥的更多一些 只有少数的情况 雇佣兵们才会在第一线作战 这次库尔斯克作战 也是难得的乌军深入到俄罗斯本土进行的进攻行动 所以才有大量的雇佣兵加入 但总体来说 美国的雇佣兵们很滑头 还是尽量避免进入到最危险的地区的 所以美国的雇佣兵们 就算他有实战作战经验 就算再怎么厉害 也无法左右俄乌地面战场的结局的 不好说美国的志愿军飞行员们 要到乌克兰驾驶F16作战 可能发挥的作用还会大一点 但是说到底 真想靠雇佣兵打赢一场战争 肯定是不行的 尤其是跟战略物资储备雄厚 战略纵深广阔 民风强悍好战的俄罗斯打仗 美国的雇佣兵们 就只是一群赚钱的混乎罢了 好 本期就聊到这里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